白宫经纪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跨部会的评估 并且与私人企业合作 关切中国最近因为新冠病毒而封城 并坚持清零政策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影响 上期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奥玉来介绍 邀一 我们知道从1月11号的时候 中国宣布的第三座封城的城市 也就是河南的安阳 那么这是第三座封城城市 之前西安还有宇州都已经宣布 因为新冠病例感染爆发而封城 那么在1月12号星期三 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外上 白宫经纪委员获得主席布兰迪斯表示 其实拜登政府从2021年的秋天开始 就已经透过包括美国国务院 美国开发署USAID 还有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CDC的华政府部会 并且与私人企业来合作 设立一个早期警示体系 还监测美国公司外包到 包括像东南亚国家等零组件生产的供应链 那迪斯说拜登政府同时也关键中国最近封城的行为 不过认为目前这个冲击主要是限制在中国的境内 他说关于中国在当下我们正在密切观察 我们今天的评估是这些封城的影响主要在中国的境内 因为在那些地方的生产设施主要是提供给中国市场 不过情况顺其万变 我们持续及时的观察 并且进行跨部会的合作 包括国务院以及疾病管制预防中心CDC 来试图控制情况 那迪斯也说拜登政府将持续的透过这个警示体系 来监测哪些地方可能爆发新冠疫情 从而影响到生产力 并且跟美国公司协调 借此来稳定局势 并且减少封城对全球的供应链所造成的可能冲击 好的 感谢药一的报道 感谢药一的报道